主席蘇主委 各位同仁媒體朋友大家好 主席請蘇主委 請主委 立委員長 蘇主委您好 現在上網是現代人基本的一個人權 因為他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那根據這個美國的FCC他們的研究指出 不只是生活重要的一環 他對經濟的成長幫助也很大 因為這樣的一個寬品環境有助於經濟成長 創造員工的這樣的一個創造力 對於他們工作的能力也提升非常的多 那世界銀行他的研究他也指出 寬品的普及率如果能夠更提升百分之十 他的GDP就可以成長一點了 所以寬品不只是對於生活 對於經濟他的幫助 他的正面的意義都非常的大 所以現代的國家 大家對於建立寬品環境的這樣的一個努力 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們看到OECD 就是世界的這個經濟跟基於合作發展組織 他對全世界33個主要的國家 進行寬品速度的研究 他認為平均的速度應該是在37.5MB 台灣多少 台灣大概只有13MB而已 那就是說我們落後這樣的一個 三十三國家平均的速度 三十七點五我們只有13MB 那就是落後大概三至五倍 落後三至五倍 落後三至五倍還沒關係喔 收費還比人家貴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寬品環境 讓我們的人民啊 花大聯盟的門票錢 看小聯盟EA的比賽 這就是莫名其妙的一個啊 台灣人民啊 對於網路速度的這樣的一個 歸宿的環境啊 大家非常的無奈 請問這個 我們的蘇主委 息息相關的人民生活 我現在台灣大概百分之七十四的人要上網 就是大概一千六百九十五萬的人 都有上網的習慣 大家每天上網都二至三個小時 但是我們的速度比人家慢 收費比人家貴 主委你有什麼想法啊 是我在這邊齁 我也覺得就是說 這個上網的費率跟速度的問題 從去年開始大家都非常關切齁 那我們現在大概在這個 一個部分齁 當然這需要一些時間齁 有一些部分我們是要立刻去做的 好時間 那蘇主委我要請教你 是 我們落後韓國那麼多啊 我們現在 韓國跟瑞典都已經提出寬頻GP的服務 我們啦 寬頻最快的 只有五十MB而已 我們落後韓國二十倍呢 蘇主委我要請教你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追上韓國 什麼時候 還是說在你任內不可能 還是馬英九執政這四年也不可能 我們現在 我報告齁 那個李委員 兩個部分可以先說明一下 那麼中華電信 一個部分就好了 什麼時候可以追上韓國啦 中華電信已經推出一百倍上下 上下速率的這樣的一個案子 而且也要建馬上要建一基的啊 所以這個部分這個很快就可以跟國際的一些 問題是你們說有那個速度人家測出來就沒有嘛 人家罰款 罰中華電信嗎 所以這個 這個部分需要做一些配套的東西啦 對 需要做一些配套的 所以你們測試的計畫提出來沒有 那政務委員張善政不是說要提出 要NCC提出這個匯率的測速的計畫嗎 那個 然後三十六個月要讓人民知道自己能夠測試你的上網速度有多快嗎 我在這邊特別要向委員報告好 那個測試速率的部分分成三個部分 國際上分三個部分 張善政張政委講的那個部分跟我們沒有關係 那個是他跟TTC之間的事情 那個部分是一個就是所謂的消費者端的一個測速 那本會因為是一個監禮機關 所以我們比較測重的那個測量的部分 是偏重我們可以監禮的到 能夠改善業者的一個那個整個系統台的概率 所以我們這邊會提出來 我的問題非常的簡單 這也是社會大眾想要問的 我們落後韓國二十倍 那請問 我們也落後世界主要三十三個國家 也幾乎達到三至五倍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追上啦 什麼時候可以追上啦 還是我你老人年輕的時候還追不上 我報告這個委員 你也很無奈嗎 我這樣講好了 我覺得這個是政府決心的問題 我覺得今天中華民國政府要做一個有志氣的政府的話 就要把寬平的目標拉到跟全世界第一高速的這個目標 這跟志氣無關啦 這是生氣的問題啦 因為跟生活習習相關 大家報稅 考試報名 復證 找資料 做研究 大家都需要上網 每天大家上網 一平均來講說二至三個小時啊 所以說這是基本的人權 也是基本生活的要求 也是對於經濟成長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建設 我們台灣就是落後那麼多啦 是 我承認我們落後哈 但是我覺得我們也真的是要定立一個目標 我們就是要追上韓國 應該是要定這樣的目標 對對對 應該要定 什麼時候啦 定這個部分 我真的要報告 這是好多面向要一起配合的問題 很多面向要 包括寬平的建設 包括基地台的涵蓋率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如果 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現在是要加強寬平建設 那我們台灣現在有個問題喔 台北的這樣的一個無線環境最好 接下來是新竹 新竹接下來才是新北市 那高雄啊 是比較落後 為什麼比較落後 因為越往中南部 它的無線普及 它的速度就越慢 那我就是要提出說 我們也應該像有線電視發展基金一樣 來成立發展基金 要求這些業者 等到八百零零零的這些業者啊 他們至少要提供他們每年 盈餘的百分之一 來成立一個基金 成立這樣一個基金 那我們目前 我知道我們有一個普及委員會 也有一個虛擬基金 那只是業者對自己需求 所去做的一個工程的改善而已 我們是要對大眾 尤其是南部 中南部的這樣的一個普及 我們應該去推動 成立這樣的一個基金 來改善 偏鄉 來改善這樣的一個啊 中南部的無線環境 這個有沒有問題 呃 我想我們現在 主委你認不認同這樣啦 我非常認同 我非常認同 因為我坦白說 我覺得今天我們要 以韓國為目標好了 我先這樣講 我覺得政府也要 投注相當的資源在這一塊 而且要跟業者一起合作 朝著這樣的方向去推動 對 成立一個基金 改善 改善這樣的一個 無線 寬頻環境的 這樣的一個 中南部 弱勢的這樣的一個環境的改善 那第二 主委 主委 我認為啊 我們對於偏鄉地區 對於弱勢者 他們的上亡 我們應該啊 給予優惠 應該給予補助 因為台北的速度 很快 那偏鄉的地區 南部的地區 我速度更慢 那你應該對我們應該有優惠啊 這個啊 也希望主委啊 好好的去演你 看能不能跟業者啊 相關的大家來做一個討論 好 現在講到重點了 那業者定的這個匯率的收費標準 是怎麼來的 請主委簡單說明一下 呃 這個我想請營館處長來說明好了 這個部分我不清楚 好 快點快點 報告立委 基本上 業者針對他的收費的部分 他都會按照他的成本的部分 那就是自己定的嘛 簡單來講就是自己定嘛 我今天要收九百多就收九百多 雖然我落後世界主要國家三至五倍 雖然我落後韓國二十倍 但是我就是要給你收那麼多 我們也無貪 沒有這個這個部分如果再易於平常的部分 好那我現在講一個重點 主委 我們有限電視收費啊 我們有一個費率審查委員會 就是說 我中央跟你定 我透過找會計師 我找專家學者 我找消費者代表 共同來援你這樣的一個收費的標準 這是優勢電視 我中央訂六百塊 然後你各縣市 你要收費 你就不能超過這個六百塊 所以各縣市有的可能就收五百八 還有有的可能收五百五 不一啦齁 但是他有一個基準 政府為消費者的權利把關 所以我成立這樣一個匯率審查機制 就是收費的審查機制 那NCC有沒有這個價值啊 有沒有這個能力啊 我們也來定一個這樣一個收費的標準 我找業者 我找科技師 我找消費者 我找專家學者 我找科技師 我就來定一個合理的收費標準 你不能給我收大聯盟的門票錢 讓我看小聯盟1A的比賽啊 你不可能給我收那麼貴的錢 讓我那麼慢的網路速度啊 這個有沒有辦法 主委 主委 這是重要政策呢 我們在有些件事確實是這樣的 我們有請這個財務專家來評估他們的 那電信的部分我想我們朝這個方向去做 朝一個審查的機制 一個匯率定的合理的機制 你說 目前現在寬頻 給你收九百多塊 那其實 這種速度 這種服務 這種環境 五百塊都不值 你要給我收工 我沒有給你避免 大家生活都很難過 所以說 匯率的 這樣的一個收費的審查機制 能不能定定一個標準 透過消費者的保護 透過專家學者 透過會計師 就好像有線電視的收費機制一樣 它的審查機制一樣 落實對消費者權利的保障 然後積極的改善這樣的無限寬頻環境 至少讓我們追上世界主要三十三國家的三十七點五NB 這樣就阿彌陀佛 我們只有十三NB 還是要對社會 要怎麼交代 我想這個部分 一個是需要法律授權 一個是在電信的方面 財務是非常複雜的 所以讓我們回去評估一下 有線電視收費也很複雜 有線電視沒有電信那麼複雜 真的坦白跟這個委員報告 都很複雜 對 那我們去了解一下 然後我們再看 現在是不是能朝這個方向規劃 好不好 所以主委我的建議 具體建議就是我們 要求業者 我們來規範 就是說成立基金 來改善這樣的一個 無限寬頻的環境 然後呢 第二 我們對於偏鄉 對於弱勢者 使用網路 我們應該給予優惠 應該給予補助 第三 我們應該仿造有線電視的收費標準的規範 全國針對這樣 對消費者做一個積極的保護 這樣做NCC的主委 很有名字 我經過你們交通部 現在交通部的交通傳播大樓 那麼大間 然後一邊交通部 然後一邊掛著牆棒 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掛到那麼大間 這個很重要 我想我們在這個上面 我們會朝委員這個講的方向去努力啦 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市場競爭 讓他們自己 價格合理 也是非常重要的機制 我想我們會一起來處理 對啊 那你國家就去訂一個 合理的收費的標準嘛 我也不是硬性規定你 你只能收300 只能收500 就是說 你的速度 你的服務 你就是不能超過 例如 現在收900 但是國家給你訂 你不能收超過700 因為你就沒有900的價錢嘛 你沒有那個服務 你沒有那個速度嘛 其實委員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 國外他們有實施一個啦 就是必要時 有管制費率的措施 必要時 好所以我想委員講的 大概是朝這個方向去做啦 收費喔 中華電信要檢討一下 中華電信以前就是 這個電信總局轉身過來 電信總局 它就是國家的經費 然後雖然現在轉給民營 但是呢 它很多還是人民的血案錢 所成立的這樣一個電信總局的 這樣的一個留下來的東西 所以說 你們這個經費 你們應該啊 要自己吸收 不要再轉嫁給消費者啊 不要再轉嫁給消費者啊 好的